在传统的两性认知里,感性几乎是绝大多数女性的标签,而在婚姻的经营方面,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特质,作为妻子的一方,更容易站在感性的角度去度量婚姻的长度与宽度,动辄就把爱情搬出来说事,却也因此忽略了理性的判断,因为不能跳出单纯情感的羁绊,就做不到冷静而客观地去审视一切,也就间接导致了一个自己并不想见到的结果。 婚姻失败,这些人中间,不乏有职场的白骨精,能力并非平庸之辈,智商情商也不再堪忧之烈,可偏偏。 为什么就下不好婚姻这盘旗呢?不是他们不用心,也不是偏事业而忽略了家庭的建设,而是缺少了上山若水的品质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学习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国学讲堂。 原文的意思是,至高的品性像水一样,则被万物而不争名利,拥有此等品质的女人品行,修为君不可小视。 他们不善与他人争一时之长短,而是以至柔之心容天下,达长远利益之目标。 他们的气度与胸襟不在男人之下。 被高看实在是受之无愧,一个女人的工作能力再强,社交手腕再硬,如果她连处理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能力都不具备,那也就很难说明她是真正的厉害角色。 充其量只能说她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,然而,工作终究是为生活提供服务的,而生活是反过来制约。 一或是激励着事业向着更高的高度攀升的工作与生活,是一个人生赢家的一生必不可少的左膀与右臂。 他们各司其职,却又谁也不能缺少,所以,那个做人柔和,做事刚毅的女人,那个柔中带刚。 能游刃有余地用女人的感性结合男人的理性,然后相容并济地跟男人在婚姻之中博弈的女人,才是真正的厉害角色。 承诺是一个特别有女人味的女性,她端庄漂亮,形势很懂方寸之间的尺度,工作起来。 可以说是雷厉风行的那种,很多人都猜,她的老公一定是个瘦气包,但事实却是,他们之间具有着双重的亲密关系,生活中的亲密爱人,工作中靠得住的战友。 张涵亮与承诺对于婚姻组合的形势有着一拍即合的相见恨晚之感,他们独钟情强强联手组合的婚姻。 两个人,在事业上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,但是,生活中,却从来不会拿自己的优势与跟爱人作争输赢的本钱。 他们在工作之外的时间,除非对方主动提出工作中的困惑,需要对方给予建议。 否则,工作与生活是分开而为之的,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,不会因为害怕对方误会等拙劣的理由,而为婚姻埋下可能的隐患。 这也是朋友们从最初的担忧到后来的羡慕,效仿的地方。 当时他们通知亲朋友好友结婚喜讯的时候,大家都在劝,劝他们三思。 千万别冲动,承诺,短婚离异,因男方性功能障碍离婚。 张涵亮,未婚,是个特别挑剔的男人。 承诺朋友的担心是,如此一个事业小有成就,对女朋友的选择却是极尽挑肥减收一奇趴。 估计是一个特难相处的怪人一枚。 张涵亮的朋友则表示说,你未婚大小伙子,外形事业都中傻,干嘛非找一个离婚女人呢? 那些比承诺年龄还小的未婚女孩都被他各种嫌弃不年轻。 他们很担心是这个承诺给张涵亮喝了什么迷魂汤了,其实在介绍人刚提及承诺的时候。 张涵亮并没有想见面的意愿,他也是一个清高的男人,但是碍于对方是自己特别尊重的一个长辈,他又没办法直接博了对方的面子。 那一次,走过场的见面,却让张涵亮的眼前未知一亮,在约好的茶室,提前到达了他,被承诺的优雅气质一下了就抓住了眼球。 好的爱情一定是始于颜值的,张涵亮一直确信的首要条件没让他失望,而接下来的交流,话题的随行发挥,自然而舒服的聊天方式,让他顿生相见恨晚之意,有了结婚的打算之后,张涵亮就做好了自己当厨子的准备。 他认为,承诺这样有才情的女子,这样一个只爱中国茶,而不喜欢小资情调咖啡的女人,他必然不会把心思花在这油烟味十足的厨房里,但是他张涵亮却是一个喜欢家中有烟火味的传统男人,但是,为了这个女人,他甘愿自己多为家庭付出一些,没有想到的是承诺在婚后的表现。 再一次给了张涵亮惊喜,他娶了个上德厅堂,下德厨房的好妻子,承诺做的七分熟牛排真的不要太棒,重点是,这是他们夫妻俩都特别喜欢吃的,有人对离婚女人有偏见。 也有许多女性第一段婚姻过得不幸福,却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需求,没有为自己人生负责任的勇气,所以不敢轻易离婚,所被贴标签,也有的女性离婚后就怕了,索性夺起来一个人单过,生怕再次受到婚姻带来的伤害,而只有上山若水的女人,他们才敢于为自己的人生做主,负责,他们很明白。 不到人生的最后一刻,谁也不敢说,自己一生就只结一次婚,错了,及时止损就好,凭什么为了赌一些不相干的外的人嘴,而去强行委屈自己,在不幸的婚姻里,维系表面的和平。 承诺就是这样一个女人,她第一次婚姻,之所以以失败告终,她前夫是性无能这事,只是一个引子,还包括那个男人心理阴暗,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,和生而为人的善良,承诺被伤害, 也是因为被对方看到了她的善良一面,以为她很好欺负,领了证就可以随便拿捏,却没想到她在处理问题上面,竟然具备男人的果敢,思考问题很是理性,在不懂的人心里,上山若水的女人,就是特别善良而已,其实真不是,上山若水的女人,可不是单纯的性情有多柔和。 而是在遇到礁石的时候,懂得借是拐个弯,绕过去,而不是迎着礁石冲上去,她们外表优雅,说话软,做事硬,既有女性的柔美,又有男人的干练,这样的女人,同性羡慕,异性欣赏。 她们不会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,也不屑于去攀高,而是为了自己喜欢的生活而活,淡定而从容。我和谁都不争,和谁争我都不屑。 这句话是有着最贤的妻,最才的女之称的杨将先生所说,作为著名作家钱中书的妻子,她陪丈夫经历过穷困潦倒的日子,但面对高昂的稿费。 她毫不留恋地全部捐给清华大学,资助贫困学子,世人尊称她为先生,她也不被名利所获,南怀锦大师曾说的,生命,只有在被欲望迷乱了的人心中,才一定要奋出尊备高下,不争,是人生致敬,我们看生活中的湖有湖畔,和有河堤,还有海岸,皆有自己的边界,他们前后相随,循序渐进。 如玉坑洼之地,前面的水会自动填平,后继的水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,正是这种不争功,不争力的品质,才换来永不停息的水流,所谓大道质检,也是这个道理。 一个争得多的人,一生过得疲惫不堪,焦虑难免,反而不争不抢的人,余生只忠于自己,活得像自己,一生落得自在清闲,做女人的,一定要看明白,很多人,很多事,不是你能改变的,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好,只是你没有这个缘分,因此也不需花费太多的精力,做任何事都不要执着,看不破就看淡一点,放不下就放松一点,人生转眼即逝,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女人。 处众人之所悟,所谓人往高处走,谁往低处流,人都喜欢站在高处,不仅视野开阔,也莫认为是地位的象征,但老子却鼓励我们,学习水的下流,众人皆知,无论是奔腾入海的河流,还是缓缓流动的小溪,皆是自上而下流动的,这种自居下流的品性,是大度能容的美德,一切水源自上而下流入大海,其中的淤泥,稀沙,石子等杂物,皆被大海吸纳了。 但正是吸纳了这些,才成就了大海无边无际的伟大,正如俗语所说,水为山下方成海,山不经高自极天,集水要善于往下流淌,才能汇聚成大海,山不自视高大,才能接近天空。 我们做人也是如此,要懂得不险山不露水,不要锋芒毕露,太过自满的人,看似聪明,占尽先机,但容易招致祸患,反而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处事,到哪都受欢迎,更容易成为世人心中的高山。 上山若水的女人才是那个最厉害的角色,跟这样的女性相处,会让人有很舒服的感觉,语言甜美,不阿谀奉承,也不讥讽谁。 风和日历史,与爱人共享人生美好,急风暴雨面前,与爱人一起出谋划策,共度难关,一起见证风雨后的美丽彩虹。